巅峰对决 许银川不敌胡荣华 象棋巨匠之间的惊心动魄对局解说 尊敬的象棋爱好者们 欢迎来到这场象棋史上的 一场精彩对局解说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 中国象棋界的两位传奇大师 许银川与胡荣华之间的对局 这场比赛将给我们带来 无与伦比的象棋盛宴 许银川和胡荣华 这两位象棋界的传奇人物 都曾在国际国内象棋比赛中 获得荣誉无数 他们的对局一直备受瞩目 许银川以其深厚的棋艺 和卓越的战术眼光而闻名 而胡荣华则以其出棋之胜的 棋风而令人印象深刻 这次对局将是两位象棋巨匠 之间的一场角逐 我们将目睹历史性的时刻 比赛开始 胡荣华之红旗 许银川之黑旗 双方采用了中炮队战平风马 传统的开局布局 争夺中央的控制权 是一盘马炮争雄的经典之战 随着双方棋子的逐渐发展 比赛进入了终局阶段 这个阶段是决定性的 双方将争夺主动权和棋盘上的优势地位 许银川采用了一系列稳健的招法 逐渐掌握了局势的主动权 胡荣华并不甘心被动挨打 他开始展现出他的奇异 他调动车炮 威胁到了许银川的马位 这个阶段的对局变得异常激烈 双方都在争夺棋盘上的每一寸地 胡荣华展现出了他的独特才能 他巧妙地调整了自己的棋子 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进攻 他的炮车组合开始 对许银川的棋位构成严重威胁 让许银川陷入了防守的困境 在局势紧张的时刻 许银川犯下了一个关键性的失误 他的降帅走得太过冒险 被胡荣华的车直接吃掉 这一招法的失误让 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胡荣华获得了巨大的优势 胡荣华巧妙地利用自己的优势 逐渐加强了进攻 让许银川无法扭转局势 最终 他成功地将许银川的将帅逼入绝境 许得了胜利 比赛结束 许银川不得不认输 这场对局是一场 充满战术和战略的象棋对决 胡荣华在关键时刻 展现出了他的出色奇异 成功地击败了许银川 这场对局告诉我们象棋是一门 需要高超智慧和深思熟虑的奇异 失误可能导致整个局势的逆转 虽然许银川输掉了这场比赛 但这并不会影响他在象棋界的地位 他仍然是一位杰出的象棋大师 将军 将军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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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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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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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